大家好,我是惠子老师 和亲们推荐腾讯视频 宅一起的日子 大家可以和我一样 来企鹅号分享你的亲子好时光 接下来就由徐师傅来演示 如何扎胡一支灯笼 首先把一支不用的塑料罐 从中间裁成两半 平均分成八份以后 各自打上八个孔 准备几根竹条或者木条 然后打上孔 用来固定上下两个部分 可以拧上螺丝 把塑料罐和竹条固定在一起 准备八根细竹签 用热风箱或者蜡烛 把它烤弯 然后将竹签插入小孔中 内侧用热绒胶来固定 拆上几圈棉线用来固定 保证每一个间距是相等的 再用热绒胶进行固定 接下来在竹条外侧抹上浆糊 沾上红布 再用剪刀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再加上一条浆糊 把红布向内侧固定结实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粘红布时要先间隔着粘 等到这四个缸以后 我们再把其余的粘好 接下来再加少许的酱糊 把裁好的金纸粘在上面 粘上一圈或者两圈流苏 再悬挂起来修剪整齐 将金纸进行对齐 剪出八个一样的云头纹图案来 然后再用熨斗进行熨平 用酱糊粘在灯笼上 一支中国传统的灯笼 就扎呼好了 欢迎关注惠茨手工